近日香港知名鱼记猪皮在平台上突然发现 频爆出爆炸型新闻 称谷天乐与Andra Baby在一起了 并且两人已经结婚度完蜜月了 一时间竟带了众多吃瓜群众 事情还要从29日港媒爆出 知名香港娱乐大亨邀请谷天乐Andra Baby 一起合伙开公司说起 29日大佬临间乐族局 将谷天乐Andra Baby还有冯多伦一起集结到了一起 大家合开了一个新公司 主要是为了积极培养新人 以及向短视频社交电商平台进发 也就是说他们本人以及他们旗下的艺人 很可能都要积极参与到直播带货这件事情中了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毕竟这两年港台明星们入住短视频平台 亲自参与直播带货 都是太司空见惯的事情 许多人的印象中Andra Baby和古田乐似乎并没有什么交集 除了2016年的一部风神传奇 两人几乎都没有同框过 而在这部剧里面还有Andra Baby的老公黄孝明 事实上在此之前猪皮就曾多次爆料过 黄孝明和杨盈已经离婚了 视频中有人问道 黄孝明和杨盈好像离婚了 朱叔立马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啊 他分析到黄孝明过生日的时候 只有儿子替他唱歌 黄孝明拿影帝的时候老婆也不见踪影 这有点反常吧 仿佛不无道理 随后他还爆料称 两人当初在一起就是炒作作假 一开始是两方的经纪人要求 余季每天吵他们住在同一个酒店的绯闻 没想到吵着吵着 两个人就弄假成真 真的在一起了 即使是这次的视频中 猪皮口中的Andra Baby 依旧是离婚的状态 面对猪皮如此善有其事的爆料 网友们显得并不意外 似乎更早地接受了这一消息 还有自称是在民政局有关系的网友称 两人确实早已离婚 手续就是他同学的同事办理的 不过黄晓明和Andra Baby离婚的消息 几乎每月都会传出 可两人从来都不回应 大家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认为他是假料了 但这次猪皮却爆出离婚的 Andra Baby和谷田乐在一起了 这令网友们大跌眼镜 不少网友都直言 造谣诋毁会判刑的等着受律师喊吧等 更何况谷田乐因为常年做慈善 在娱乐圈里一直都有很好的口碑 不少他的粉丝都怒斥猪皮 别黑骨仔 不要带上谷田乐等 极力维护偶像 果然消息传开后没多久 Andra Baby方就火速出面发声明辟谣 指责对方是毫无底线的恶意炒作 称杨莹与他人不存在任何不正当关系 猪皮的账号上也迅速删除了这段视频 黄晓明和Andra Baby相恋后 南方的强势显而易见 黄晓明在媒体上默认恋情不久后的2018年8月 他就被拍到在北京机场停车场 黑脸训女友 2011年3月 又有媒体拍到黄晓明爸爸训斥未来儿媳 2012年6月Andra Baby签约华仪开始工作室 他开始演华仪的电影 内地市场完全打开 通常认为这是黄晓明牵线的结果 不过牵向一个香港知名度颇高的杂志模特 也不能说是错误决定 毕竟那时候Andra Baby是校内网热门头像 写真照片到处都是 不过让他一个劲演戏就是不尊重业务的错误决定了 之后民影链大规模绣闻爱 经典梗一个接一个 画风就是用力过猛的油腻甜宠文 2014年2月28日 Andra Baby在香港某餐厅召开生日会 黄晓明突然出现在香港送前往好车送礼物 还有没有高龄八卦爱好者记得 这件事当晚就上了热搜 很多媒体激动地发 黄晓明Andra Baby公开恋情 然后网友问 啊 不是早公开了 2015年黄晓明和Andra Baby结婚 号称AH世纪婚礼 盛况历历在目 直接多出一个百科词条 婚礼场地 前往婚界 劳斯来自婚车 厂内花墙等一切布置安排都是新闻热点 更不用说请了半个娱乐圈的明星这种噱头 两个人的婚前采访是真的甜的 有点疲惫的状态反而像一对正常夫妻 黄晓明说婚礼前很紧张 Andra Baby说黄晓明太辛苦了 黄晓明秀恩爱虽然油腻 但他转着照顾Andra Baby时会去呦 一种普普通通的老公表情浮上来 Andra Baby生孩子那天 他也是一脸耐心和奔波 黄晓明有一个地方不霸总 就是鼓励Andra Baby要有自己的事业 虽然他的爱妻心切 给广大观众和贵行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黄晓明2016年接受腾讯娱乐访问时曾回忆 他刚认识Andra Baby时 对方对事业没什么想法 但黄晓明希望他做演员 推荐他去一场风花雪月的赤 推掉了自己的其他戏为AB做戏 黄晓明称是自己要求AB一定要有事业 否则将来两个人感情生变 女方会认为牺牲掉事业不值得而怨恨自己 我跟Baby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我认为她条件特别好 不做这行太可惜 我要尽力去帮她 但她对事业其实并没有太高要求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将来分手 你一定会怪我 因为你可能会想 我踏踏实实跟着黄晓明导致自己一事无成 连自己的事业都放弃了 我不想这样 我想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这样将来无论我们再不在一起了 你都不会怪我 甚至你会感激我 黄晓明告诉腾讯娱乐并强调一句 这是原话 这还算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但也许为后来他们的感情生变 埋下伏笔 曾经黄晓明理想的爱情 是找个公主宠坏她 安德拉贝比理想的爱情 是找个霸总宠坏我 但后来就未必 结婚前两个人一起上快本 安德拉贝比吐槽黄晓明 说每次吵架黄晓明就敷衍认错 好好好都是我的错 说出来让人更火大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哪里 黄晓明则认为这是好男人的表现 一吵架先认错再说 而安德拉贝比认为 他这样不走心地认错 问题永远不解决 黄晓明这时才说真心话 问题有时候不是我错了 确实很像中餐厅里那种 我的错霸总风范 黄晓明和安德拉贝比的感情转弹 也很奇特 特别像AB的好姐妹杨幂和刘凯威 爱的时候每烧眼角都是爱意 忽然有一天像出谷一样的 再也不看彼此一眼 2018年下半年 饮食圈开始整顿税务问题 有传言称卓伟爆料 某流量明星夫妇为逃避税务费用 假离婚 结果妻子假席真做 大家纷纷猜想 这是黄晓明和安德拉贝比 后来有媒体就此求证卓伟 卓伟否认自己曾经有此爆料 但肉眼可见的是 两人关系日渐冷淡 离婚一云一章开始 2018年12月11日 举办的华标奖上 安德拉贝比和黄晓明 已经不坐在一起了 两人全称灵互动 黄晓明发言时 安德拉贝比也没什么表情起伏 2019年6月 很久没有一起现生活动的 安德拉贝比黄晓明 出现在某游轮活动上 命运走过十多年 安德拉贝比有什么是没有变过呢 可能她是始终非常介意 外界的黑料传说 总想彻底澄清 跟黄晓明结婚前 安德拉贝比专门发律师喊称 要起诉小三论造谣者 结婚后不久 她主动去做整容鉴定 坚称自己没整容 或许没有人在意 但在和黄晓明屡传离婚的2020年 安德拉贝比还告赢了好几个 跟小三尚未有关的名誉权官司 现在黄晓明和安德拉贝比也类似 忽然就传婚变 越看越疏远 男方态度更积极 理政感情不变 女方则几乎不响应 而黄晓明推出了安德拉贝比的事业和名气 安德拉贝比本人的能力又始终没有好转 跟杨幂也不在一个水准线上 杨幂最起码还有轰炸过首饰的古偶剧 演技好不好另说人气是自己的 安德拉贝比的人气分三个部分来源 在香港做模特靠颜值 跟黄晓明秀恩爱上跑男 安德拉贝比的突然发难 看起来似乎是在暗示黄晓明劈腿过 这是道德问题 如果黄晓明存在道德问题 邂逅中生的口碑才真正被捅个口子 但黄晓明的回复也很坚决 甚至在这回复里都有根深蒂固的霸总病 为这惊心动魄的八卦提供了新笑料 他们的离心如当初的恩爱一样 无法掩藏只是感叹 当初一对绝配的霸总娇妻 也不知是从哪个点上渐行渐远 蓝音续果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